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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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刷我的黑皮 nice 大家好 我是Ivy 歡迎來到Ivy的微醺酒館 花刀七分 酒至微醺 讓我和你分享 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境景 Hello 大家好 我是Ivy 歡迎酒鬼們回到我的微醺酒館 那麼今天呢 我要帶大家出去玩 那之前你們說想去看俄羅斯和啤酒廠的Vlog 那我今天呢 就犧牲一下我自己 帶你們去俄羅斯啤酒廠裡面喝喝啤酒 而且聽說那邊的食物還很好吃 啤酒應該搭配什麼食物呢 你覺得什麼最搭呢 扣在公平上 走 我們現在就到這裡 然後我點了一個 嘗他們所有啤酒的一個飾飲 加州的啤酒還有比利時啤酒 點完啤酒我們現在來點吃的 他們這裡有各種小吃 啊 披薩 大家平時喝啤酒都配什麼 這裡的雞翅呢 還配他們家那個老普林林 我們之前測評的一個特別醬汁 很多人告訴我一定要試吃 所以我等會試試一下 幾分鐘後 Oh my god 2 2 啊 啊 我們啤酒到了一共有13個 有5個呢是比利時的 然後有8個的是加州啤酒 他告訴我們先從黑皮開始試吃 我們來試試看嗎 我感覺我今天要早在這裡 這個是他們家做的黑皮 我喝到了一股威士忌的味道 還有一股咖啡的味道 下一個叫做STS 是他們比較清爽的啤酒 是拉格 哇這個 清爽了 但是它後味有一點點的苦 這個是單一啤酒花 看顏色就比剛剛那個深一點 Cheers 好可愛啊你看 啊 這個麥香更加重一點 這個看起來像黑皮 黑皮呢是他們的波特 哇 跟它黑皮很像 是那種口感很厚重的 咖啡味很重的啤酒 口感厚重的 就是黏在你的嘴邊的感覺 下一個這個是盲珠 記得我上次測評的時候 我覺得它很苦 就是最苦的那個 這個呢就是那個馬戲團混濁 IPA 好喝 這個呢就是老普林尼 我感覺老普林尼還是最有層次感的 這個是他們只有這裡才有的一款啤酒 就是你可以想說就是老普林尼 然後再加一層再加一個啤酒花 我已經很輕鬆了 我喝太快了 喝太快了 喝點水 老普林尼的一個升級版 我覺得其實還是很清爽的 有老普林尼的味道 就更苦 加州的那個啤酒試喝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黑皮 還有這個Lager 這個黑皮就是有一個喝出威士忌 跟咖啡結合的感覺 然後這個Lager就是很清爽 那我跟我朋友呢 現在每個人要挑一個我們最喜歡的 加州Style啤酒 然後一刷我的黑皮 那現在就到我們的比利時Style 我們第一個要嘗的呢 這一款叫做神聖的啤酒 酸的 這個啤酒它不是Lager 也不是艾爾很重的酵母的味道 然後我剛剛問工作人員 他說就是比利時的啤酒 相比起加州的啤酒 就是比利時比較重酵母 Oh my god 那這個叫做Kauzon 那其實呢 你就可以想說一個Pizza 把它喝起來 搞成一個像餃子一樣的東西 但是呢我朋友跟我說 Kauzon這個詞 在西班牙語裡面是內褲 是吐的意思 所以我們今天 點了一個大內褲 我們的雞翅 然後它這個醬呢 是老普林泥醬 你先把啤酒給測平 第二個比利時啤酒 這個名字有趣的 叫做毀滅啤酒 這個酵母感沒有剛剛那個那麼的強 是滿平衡的 我很喜歡 你能嘗到很多果味 像什麼菠蘿啊 芒果 我發現他們啤酒的名字都很奇怪 這個叫做詛咒啤酒 有點像我們之前測評的芒豬 但是沒那麼的苦 不行我得吃點東西 不然等我暈我就 吃了 它這個老普林泥醬 整個好辣 不是看了像 最後呢我們要嘗兩個比利時啤酒 是酸皮 這個叫做硬幼 檸檬青檸 芒果的味道 這個還滿解辣的 我覺得還滿喜歡的 酸皮 所以我們來試下這個大內褲 你看我一切這個芝士 就是全露出來了 然後這個呢就是芝士 裡面有番茄 然後外面就是一個披薩皮 中間有各種火腿 最後我們來測這個祈求者 這個就很不一樣了 它呢是裝過那個 紅酒黑皮諾的木桶 它是酸 但真的是有那種土味 有點像草莓啊 蔓越莓那樣的味道 還有點丹寧 給你的嘴有點緊的感覺 我覺得那是木桶給它 這個真的挺特別的 我沒試過任何用葡萄酒 木桶去釀的啤酒 披薩來配我最喜歡的 一口披薩 一口啤酒 這個體驗真的是快樂似神仙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跟我出來玩一天的Vlog 在下面點讚留言 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